為什麼為什麼我不是很喜歡一直講S5你知道嗎 因為S5我就我就到那邊沒有多久而已啊 我到那邊一個月兩個月 就是我不是很喜歡講那種就帶很短暫的那種 帶很短暫的隊伍啊 你看S5我就帶了就帶了就是夏季賽快要到季後賽了我才過去了吧 我記得去的時候好像好像好像也是季後賽邊緣吧 然後那時候月牙就不在了 那時候就是克里斯我到的時候克里斯還沒到 克里斯在我後面的一周到了 在我到的之後一個禮拜還是兩個禮拜到了 然後小白已經不在了所以月牙已經不在了 所以我一開始去的時候還上台BP了一兩個常規賽好像是 然後因為你看像暧昧我是跟著一整年 然後你就會跟著一整年 然後之後之後你說那個什麼像J Team啊像MFT我也都是 都是都是很短很短的時間那種我就不太想講什麼 因為真的很短 反正呢我在這個我永遠的印象最深刻的在老乾爹的情況就是啊 我每次看比賽看到早上6點7點 還有一個人也在那邊打排位打到6點7點 那個人就叫做IMP啊 但是他訓練賽也不會遲到 知道嗎 這是我印象最深的啊 我們兩個在那裡紅牛當水喝啊 魔獸我也想玩啊可是現在魔獸真的沒有人 狗白哪一隻叫啊狗白應該沒有沒得指教啊 為啥哪有那麼多為啥啊 就沒有對藥啊 我也是啊對不對 哪有那麼多為啥 我會不會跟你們聊天聊一聊然後被小怪打死 好像突然說出來了 今天天啤梨真的是 乳酒 那個藥啊 不用了吧 我輕人的荊囉 前永一來說